好那首先说明今天有新增这个59例的死亡的病例 那这59例当中就是有只有一位是没有慢性病史 那另外58位有慢性病史 那59位当中有31位是没有接种这个COVID的疫苗 有超过一半 那另外在年龄的部分也是如先前的趋势一样 这个大概也是大概六成以上至超过80岁以上的长者 那这个年龄的化金是从这个90多岁到这个30多岁都有 那我针对这个个案的部分做一些说明 在这个年纪较轻的这个30多岁 以及有五位的这个50多岁的个案里面 都是有一些像糖尿病或者是癌症或者是脑出血等等 这些慢性病史 那这个其中可能病发像是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是败血性 那另外再说明的是在这个重症的这个个案里头 我们特别有两例这个重症跟大家做一下报告 其中一例是这个小朋友是一个四岁的一个女童 那这个女童本身没有慢性病史 那这次是在这个发病的当天 他本来有一些发烧咳嗽的这些症状 那经过家长带去急诊这边 那在急诊这边就开始出现有这个全身抽搐的一个情形 那也就立即收住院来做一些相关的诊治跟检查 那发现说是有合并这个脑炎的这个状况 那这个脑炎的状况事实上当然影响到 可能像是呼吸心跳等等 都一些还有意识的部分都有影响 所以就收支在家务病房当中治疗 那在检查过程中也有发现像是肝脏肾脏等等 这些其他的一些多重器官的一些数据都有异常 所以目前是还在家务病房当中进行治疗 那这个也是我们昨天有说明过之后 目前这个昨天是讲有六例的这个小朋友的重症 那这是等于第七例 那这一例的话也是等于我们第三例的这个儿童 感染口鼻之后并发脑炎的重症的个案 那前面的两例的小朋友 昨天已经跟大家做过说明了 这一位是等于第三例 那因为这个脑炎的部分我想都是外界很关心 家长也都很很想了解 就是说要如何来注意跟防范 所以我们也再次的请教这个儿科医学会这边的专科医师 专业医师 那是建议说我们再跟大家再宣导一下 我们先前曾经在四月份 曾经说明过这个儿童病例的居家照护的警讯表征 那我们分成就是说有这个就医的警讯 以及要紧急送医的一个警讯 分成左边跟右边 左边的话是如果出现一下这个 五个这个警讯表征的话 那要来寻求医师的诊疗 可以采取用视讯看诊 或者是外出就医的方式 那到了这个看诊完之后 是由医师来判断说 是不是有需要住院 如果有需要住院就会安排来住院 那这是包括有这个发烧或高烧等等这些情形 发烧超过48小时 或者是高烧大于39度合并发冷冒冷汗 那如果退烧后还是有持续活动力不佳 或是持续呼吸急促 喘或胸闷胸痛的情形 或是有持续性的呕吐 头痛跟腹痛的话 这要特别注意 另外一个是说 如果发现小朋友超过12个小时都没有进食 或者是没有解尿的话 那应该是表示这个身体相当的虚弱 也需要来这个寻求医师的诊疗 那在右半边这个需要紧急来扣119送1 或者是必要时由家人同住亲友来紧急送1的条件的话 其中的前两个就是跟这个可能跟脑炎有关的这个 当然不一定是脑炎才会这样 不过就是说一般来讲 如果是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大脑这部分 小脑这部分脑干这部分的话的症状 会包括有这个抽搐 可能是局部的抽搐 也可能是全身性的抽搐 那另外会伴随 就是说小朋友的医师状况会不清楚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可能有呼吸困难或是胸奥这种现象 可以在脑炎或者也可以在这个肺炎的时候会发生 那如果是影响到这个氧气状况 就会有第四个 是这个纯色发白或发子 那如果说家中有血氧基的话 那血氧可能测到是小于94% 那另外就是因为这个缺氧的关系 有可能肢体会有这些像皮肤斑脖帽 冷汗冰冷这种情形 所以这个是我们先前已经跟大家说明过 有六个这个很重要的这个 要评估小朋友是不是要紧急送1的条件 在这边做一下提醒 那今天我们公布了这个重症的小朋友 他的病程也算是进展的很快速 在当天发病就当天开始出现这些抽续的这种很紧急的 还好他已经那时候送到急诊去了 所以这部分还是特别提醒 就是说如果有小朋友有出现这些症状 特别是五岁以下的幼儿的话 是这一波看起来 我们的个案都是这个年纪在三岁到四岁左右 是五岁以下幼儿的话 要特别注意这些症状 要注意是不是有可能是病发脑炎的一个前驱症状 我们下期再见